海军113年敦目远航训练支队 这次那边磐石军舰 敌化军舰以及成功军舰等三艘舰艇 3月16号以及17号两天 在基东港开放参观 第一天就吸引爆满的民众排队参观 海军也特别的规划 督睦支队实施环岛航行训练 藉由开放参观 表演 联谊等活动 让国人广泛的认识海军 了解海军 而支持海军 在现今民主开放的社会中 现代化的国防就必须与民众结合 国家的总体战力才可以发挥 包括机动市长谢国良 基隆市议会议长佟子委 副议长杨秀玉 和基隆市议员以及基隆港务分公司等 贵宾们都受邀欢礼 并且对海军士官兵致敬 更希望国人们一起支持国军 本人请代表基隆市民热烈欢迎113年 敦牧远航训练支队的到访 今年海军供纳磐石舰军舰 敌化军舰及成功军舰 共同组成今年的敦牧远航训练支队 巡回各大港口 国防安全需要国人关怀与支持 海军主要任务以及维持台海安全 需要对外航运畅通为目的 平时咨询台海增防 以及外岛运补及护航任务 并世界资源各重大灾害防救工作 感谢国军有效地来保卫我们台湾的民众 也祝所有的官兵平安圆满顺利 并且在昨天我们除了基隆市以外 也跟全国十多个县市的县市长 大家共同聚会讨论国政 我想我们对于社会的安全网 对于我们的食安 以及对于我们的治安跟打击诈骗 我们都有一致的共识 未来我们也将积极地跟中央政府合作 落实各项工作 再次感谢我们所有的国军弟兄 看到你们非常精神抖擞的一个仪态 深深地为中华民国国军而骄傲 我们是一位向海军至上最大的欢迎 还有向保卫海疆的官兵们 至上最崇高的敬意 还有完全没有上线的支持 军民请国家强 国防无庸 我们海军敦目的两天其成 但对海军的支持 还有理解是我们每一位国民 还有每一位基隆人 每一天都可以做到的国防工作 最近台湾的海防并不平静 我们面对不同面向的灰色地带骚扰 还有内部的劣解 许多时刻都是国军停身而出 为我们的安居负重前行 我们都知道战争的成败在于新战 抵抗意志的坚定与否 人民适合对国军的支持 影响国家安全盛生 基隆是海防的重镇 北方海疆的门户 身为负责任的民意代表 我想我们大家一定要做 国军海军的抗论 支持国防产业的发展 带头捍卫国家的主权 军民一心 军民合一 才能创造尊严台湾 而面对基隆的发展来说 我们也要再次代表基隆市民 再向海军之上感谢还有祝福 因为我们一起完成基隆市的四港再生大计 如今基隆军港西签的工程 已经几经完工 这是国防备战城市发展的双赢 是基隆还有国军 吸收荣耀这座城市的默契 还有骄傲 在海军人员引导下 民众也到军舰上面参观 了解海军现役武器装备 国家先进科技 以及台湾精品 国防自主 人文艺术和观光发展等成果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